皮围键里有那么个植物 键上面板里啥也没有 树心 冷却 阳光 通通没有 说到这儿你猜出是哪个植物了吗 还不错 就是它 变身茄子 它是典型的三物植物 无阳光 无冷却 无生命值 那不对 就证一下 生命值还是有点 三百 变身茄子作用能复制植物 正值约0.8秒的时间 变成被模仿的植物 也就是在变身期间 它是能被僵尸啃食的 如果被吃掉了 那就无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苏果萝卜给它复活 不过呢 只会复活记忆末 啥也不是 变身茄子有几个经典用法 用法一 三贝雷 开局配合阳光贝雷 变身茄子 复活萝卜 这么一下我们就能变成阳光妇人 用法二 送刷 戴上送花之物 配合变身茄子 坏的话 十来秒就能推完一挂 用法三 刷灰 这个和用法二差不多 盖上刷灰之物 配合变身茄子 凡数是强情地往上涨 比如 剪过爆炸树 在历史的长河中 茄子之前是无法种在水面上的 但已经修复了 最后 变身茄子外观 难道不更像捅豆儿吗 为啥要就变身茄子咧 再来